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这是英文 我说但这里是中国 他说但里面试的是反语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 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掰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掰断了 说看见了吗 你们加起也斗不过我 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下暴雨 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哭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哥 我们再拍一段视频 ?" ńsk 你 Work 屯 你 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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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